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它说 Use the definition of scalar product a.b equal to ab cosine theta and the fact that a.b equal to axbx plus ayby plus azbz to calculate the angle between the two vectors given by a and b 这个很基本很简单的问题 假如给了你 a向量跟b向量 它是单位向量表示法 然后根据 a跟b的内积可以写成 各分量相乘之后相加 也可以写成 a长度乘b长度乘上cos ab的夹角 如果根据这两个内积的 两个定义方式的话 请你计算a向量跟b向量 它们所夹的角度θ 应该是多少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刚刚在前一个问题里面 在最后的时候已经应用这个性质 很简单 把这两个相乘 内积用向量乘法的话 我们就知道3乘2 加上3乘1 再加上3乘3 就等于a到b 然后再把a向量的长度算出来 3的平方加3的平方加3的平方 就是 27 根号27 3根号3 对不对 我们取它的长度 4加1加9 开根号 就是根号14 对不对 这是b的长度 所以以此类推 我们就可以把cos θ决定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下面的这个做法 我们刚刚所讲的 3乘2 3乘1 3乘1 3乘3 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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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号3 还有 就是3根号3 还有这个 根号14 就除完以后 就得到0.926 cos θ是0.926 θ就算出来了 很简单的一个 向量内积算夹角的应用 325 3 4 7